大家好,我是帮大帅,欢迎收看订阅关站的观战一把卡 梦的前锋,幻老师,小说家,病患,加魔术师 哇,这刀阵容的话,抓小说家,还行 搬的话,感觉搬了一个先知,搬了一个祭司吧 或者搬了一个佣兵,搬了一个祭司,先知没有选 这刀阵容,抓除小说家以外的其他角色 都会被遛蛮久的 看一下,这边第一个点牌倒是病患 我觉得只能抓了,外面魔术师,魔术师我觉得比病患更难抓 这里抓病患,病患是个单弹,估计带了一个博命 前锋的话,双弹,那魔术师估计还要再配一个博命 前锋还配一个博命,这边,欢老师的小说家应该是一个飞轮 这边有机会能追一刀吗,有了,好的,第一刀 但是病患已经到了一个自己比较强势的点 这个点的话,上下勾,能玩蛮久的 而且外面还有一个前锋,可以来做一些侧应 这波就是病患一个勾,然后拉开一波大距离 待会儿的话,再回到,这边是选择抓前锋了 他也知道,就是这边,其实我觉得爱哭鬼这时候打前锋蛮好的 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打前锋,你这边去跟病患 第一,你跟距离有点远 来,这边拉火,翻,走了,有闪现 能不能交闪,闪不倒,可以 这样的话,要魔术是来救人,病患这边要找人补状态 这波追掉了这个前锋 我觉得是这局的一个节奏的一个高起点 如果说这把去追病患,可能这局就会被穷者慢慢运营 慢慢牵着玩,玩起来的 然后如果说这边是像这样一个局关 就把这前锋给抓了 虽然说这前锋是双弹,有二六能力 但是真的要比抓这个病患感觉好得多 当时那波病患的距离拉得非常开了 魔术是来救人 而且他这边如果说一波良好的救人 能够把这个 一个良好的防守能够把这个人给守住的话 或者打一波双倒的话 整个局面就是爱哭为保命之胜了 拉火,拉中的是谁 拉中的是魔术师 这边小说家过来打架,前锋拉球 直接打吗 这波打架打得有点早 但是不打的话 飞轮过来帮忙扛刀 没扛中 那你小说家要不要再吸呢 人的话是可以挂上 病患这里没有人补状态 他救不了人 只能小说家来救 小说家这边应该是吸了大概五六十的输液了 看看待会要不要过来搞一波 飞轮已经交掉了 所以说这边小说家来救人的风险也有 吸了五六十 他救人救完差不多应该是吸出来了 但是这边的话爱哭鬼手里有火 要么就是这边 输液吸出来以后一波换 先打你刀逼你救人 这边救完人以后应该直接输液来控一手了 控一手以后最好是魔术师帮忙来砸板子 但是魔术师没有人跟过来 这边利用这一个滑板把距离拉得飞上开 诶 爱哭鬼怎么还在往外走啊 这波我觉得爱哭鬼走的是不是有点多了呀 他刚才已经老早结束了这个 那个置换了 为什么还在往外走啊 走了一个十万八千里的感觉 找到魔术师 找到这边的小说家 但是核心是上挂飞的前锋没有 一波火拉 魔术师这边分身躲掉 看位置这边没有交互点的魔术师 没排到位置没排到位置 那这样的话拉开了 法板过去这边还是没有交互点 换挂一个魔术师 没刀没打住 但是子火应该是能断定位置 这波我觉得爱哭鬼整个节奏是被全面打崩 魔术师拉到了一个最死角 外面球者这边状态不好 机子可以修 但凡病患来救一波人 有薄命 然后小说家这里的话再补一波状态 这个局就是一个偏向于四人开门战的局了 那么他这边要翻牌的话只能通过什么的 通过一火一刀拦住这边的病患 不让他救人 因为有闪现 传送落地找前锋 可以 但前锋这边是个双弹 而且还有一半的球 这波传送呢 怎么说呢 这波传送就是爱哭鬼想要先挂飞一个 更多的呢 这波传送比较偏向于想把这个平局保下来 而不是真胜 他如果真胜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防守可能会更好一点 当时我们来看一下机子 这个机子的话 讲道理其实差的还是有点多的 前方这边还有球 先拉球 进交互 这边火 有 瞄准 这刀火不打 挺好的 因为这个火当时那个位置 你还别说真不一定拉得动 但是我这边打了以后 这个火留着 继续能够排出你的位置 然后拉火加速 跟上来 你这边落地减速 好的 应该是倒地了 这应该是倒地了 倒地以后挂飞 但是这波机倒挂飞呢 其实给到穷者比较好的一个修机时间 让他们这边能够把机子修开 然后呢 还可以补补状态什么的 就是你挂飞前锋 确实挂飞了 但是后续想要真胜 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如果说刚才那个位置 他顶出来来 有闪现吗 顶出来打这边的病患 把病患给秒了的话 是有机会能真胜的 因为到时候 前锋里的比较远不太可能 过来救人 那小说家是个半血 过来救人也救不了 门能开吗 这边的门差不多 应该是能开了 开了 开了的话 板子一下 走了 哇 这还是一个三炮呀 还是中间那波节奏啊 那波节奏 很奇怪 为什么小说家换完以后 这边爱哭鬼 那是不是卡了 要继续往前走了 好远 赶紧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远 好远